想請問有關防疫險的保單 因為現在還有數百萬件是沒有合保的 那今晚會下最後的通點 會有沒有比較進一步的做法 會要求這些業者必須要把他抹通 第一點沒有數百萬張 沒有數百萬張 第二 昨天我們已經說明了六月底之前 會完成 有進一步的做法 如果業者達不到的話 已經都溝通過了 謝謝 那內容是什麼 六月底前完成 那沒完成的話有 這個事情當然是盡量去努力 好 謝謝 那庫邦產五月初到現在只有十五萬張得到 然後但他們再組保單還有一百多萬張 他們要如何在六月底前 就是 這個局長已經溝通過了 我想有這個目標就是往這個地方努力 那我昨天也說 我們不會等到六月底才去確認 應該會逐中去瞭解 那現在理賠金額超過保費的收券成賠錢保單 我已經說過了 如果 城保的保單 這個有符合理賠的條件 那就去理賠 那如果這個財務上能夠支援就支援 那如果真的未來有需要增資 那部分的公司也有安排在思考增資的程序 來 請管會不會幫服工業者的執行 這個個人 然後還有主委昨天說虛心受教 怎麼會有 是不是心有 突然就是心情 這種心情是怎麼樣的 會想說虛心受教 作為一個政務官或是服務公職的人 本來就是應該要接受外界的這些 呃指教或是批評 那我想有些比較跟事實不符的 我們當然要做釐清 可是其他很多的 像各位媒體朋友給我們很多建設性的建議 我們當然都要虛心指教 虛心接受 因為政府都需要大家的監督嘛 所以我們根據大家的意見 來調整我們改正我們事情 希望能夠做得更好 想請問 其實昨天沒有隔離天委任 就是會裡面討論 裡面就有TDR修法的那個狀況 那是有討論出共識 呃昨天是因為 呃上禮拜本來要拜會他 因為他忙沒辦法接見我們 後來就安排昨天去拜會他 那因為今天早上 要做一些討論嘛 大概就交換一下意見 那有達成共識嗎 呃 我想我跟他之間的報告 我就不跟各位報告了 反正我們就是尋程序 呃跟立委做例行的法案上的報告 這個我不清楚這個我不是立委 只要立委 財委會才能決定 對 快山陽本銅確診就即將上路了嗎 那這個 那什麼理培已經有一個不確的方向了嗎 呃 因為我們還要確認衛福部最後他整個的流程 呃 所以確認流程出來之後 我們會再對外說明 那最快什麼時候會確定 看他公佈之後我們就會做一些處理 那經管會這邊的時間呢 我們會儘快處理 那衛福部隔天還是多久之後 呃 我們要看衛福部公佈的情況 我們會儘快 我知道大家都很關心喔 我們會儘快回應好不好 謝謝你們 那防疫保單的理培指引其實從5月初到現在 一直到昨天財前工會才發表這個聲明出來 那經管會中有扮演什麼協調的角色嗎 那其中還有兩個爭議還沒有解決 理培的指引應該有很多不同的項目啦 恐怕也不是所有都沒有出來 那你說的兩個爭議是什麼東西 麥山羊事同確診跟那個輕症居家照顧事同住院這兩個部分 他們還在討論當中 對 你的講 這個部分因為他們還在尋求共識跟討論當中 所以等他們處理好就會對外公佈 那其他的部分是因為比較明確 希望能夠讓大家比較快能夠遵循 所以他們昨天就共識的部分已經都對外說明了 所以這兩個部分比較不明確是因為 對 還有一些流程嘛 對 像快篩一樣 因為衛福部還要公告他的流程 那因為等到那個流程出來之後 他們應該會盡快處理 那經管會有給他們之後的Bandline 他們之後以前一定要出來嗎 沒有 因為很多事情一直在變化啦 所以我們給他壓日期也不是一個很適當的 所以等到衛福部的流程出來 我們會盡快來處理這個事情 想要問一下 因為現在有那個保護 就是說他們突然接到大量的就退保的訊息 然後理由是指說他們的簽名 懷疑不是本人簽名 但是網路投保是不用簽名的 所以職業者是刻意刁難 是網路投保的案件嗎 因為紙本的部分 他們有發現通路送來的時候簽名都很類似 所以為了契約的安定性 會給時間請客戶來簽名 確保他的安定性 他並不是一個聚保 而是希望客戶來確認他的意思表示 如果他給他合理的期間的話 那我們也希望客戶盡快去確認他的投保意願 所以不能以此做為聚保的領域 對 對 對 市長請問一下 已經好像對於家長提供的一個個例的立場 就是說過去如果不是48條 還是不會補賠 對不對 現在是比較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就是 只要是48條匡列的部分 他符合 而且開出居格單 做出處分 這個部分的話 就依照規定要補賠 過去不是就 那完全是 就是要依據48條 好 各位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大家都保重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們有三種版本的這個 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比較大的 它是比較適合大瓶樹的 那再來呢還有這一種款 這種辦公室很多 你還可以買這個小型的 放在你自己的桌上 哪裡買呢 我們的快點購網站上面就有囉 記得輸入優惠 馬上就給你折扣